新疆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有雪山,湖泊,戈壁,沙漠,森林 冬天可以去阿勒泰滑雪,阿勒泰的滑雪场并没有建在很远的山区 最近的滑雪场离市中心不到两公里,打出租车也非常便宜,大概在十块钱左右 新疆也是美食的天堂,这里有大盘鸡,抓饭,烤包子,羊羔肉和各式各样的特色囊 新疆的羊肉肉质鲜美,一定不要错过,新疆也是瓜果之乡,这里盛产葡萄,哈密瓜,石榴,香梨,苹果等 在新疆旅游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可以选择飞机,火车,高铁或者自驾 新疆一共有22个民用机场,况且它还是中国拥有机场最多的成分 同时,乌鸣旗是中国飞往中西亚,欧洲航距最短的航空枢纽 我继航线网络目前已经覆盖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多个地区 要知道更多的,面识到什么,什么要看着有所欧洲的家世 的一些生活和文化的经历,经历的节目 和国家的人们做法,所以,这个人们有关的 所以,是的,我也是在认识 如何是认识的。 你听到东西, 你喜欢觉得人们是愉快的。 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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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到西邦迪远, 以沙kke尾程 anytime在认识了。 以沙 tutorial和有密交易进途也, blunt經验中光人一般的, była很可能。 如果材料都不是有編 narrator, 我认女海内宣伞. entwic variabilityRQ。 我在讈识安典前地, 每ten都会发现不动。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有点越来越多会有点越多的地方 我认为你们在越多的温暖的地方 在越加越多的地方 我们在越多多的地方都会越多 越多越多的地方 是这些地方都会越多越多 我认为那些最最大处的地方呢 最最最最好的地方的地方 我觉得喀什的古兴就很不错 然后像我们北疆的康纳斯 然后那辣提 我可能更多还是倾向于推荐 咱们的南疆 因为南疆这边的人文比较丰富 城市的历史比较 体力比较深厚 喀什老城我觉得 它是一个现存在全国 我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的 在我国是一个人居 然后生活在里面 然后能够跟当地的老百姓 能够有这样的邻居接触的 这样的古城 所以我觉得喀什老城 真的是让你们值得来的